我覺得台北是處於一個 就是很被低估的狀況 就是那個時候剛好是很被 underrated 我覺得大家都在看新加坡 大家都在看香港 都在看東京 都在看曼谷 都會說 你看他們的餐飲都在 都在播放 每個人都在看這些地方 但是我覺得 香港可以做到 新加坡可以做到 為什麼台北做不到 因為新加坡 香港 根本它連 根本它連農業都沒有 它都可以做到一個世界 這麼頂尖的層次 為什麼台北不行 因為台北有這麼好的條件 台北有這麼好的食材 台灣有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台灣沒辦法 在國際上有這麼大的 attention 我覺得台灣其實一定可以做到 所以就 來了台灣 就開始了 這個就是我們 算是一個短短的故事 來 大家好 我是Richie 我餐廳在台北 開了大概四年多 我餐廳是後面 做一些比較新派的 然後我吃的料理 很榮幸地在去年 2018 第一階的台北 我們也被選為一新的餐廳 那對我們來講 也算是一個非常好的肯定 那我覺得對團隊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們也很榮幸可以被認同 我們這幾年來的努力這樣 那希望接下來我們也是可以再繼續學習跟進步這樣 就是 剛好我是那時候是二十幾多 所以那邊 處於一個我覺得我的人生的一個 要決定未來到底自己想要做什麼的階段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就跑去澳洲學廚藝 就從餐飲學到開始 在不同的餐廳工作學習 然後後來就從澳洲到Copenhagen 到大麥之後就回去香港 就是做了一個那個Nerd Project 之後就來了台灣 可能是我自己的個性 剛好很適合我覺得台灣這個步調 然後在加拿大我覺得可能有點太慢 然後在香港我覺得可能有點太快 然後台北剛好在中間 就是對我來講在這兩個中間 我媽媽後來也是常常說 應該你可能以前是上輩子是台灣人之類的 我覺得有一個回來回家的感覺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 愛上了這個地方 我們餐廳的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我常常被問到就是說 What's your concept 我覺得經過這麼久 反而我們越來越覺得很單純的一個出發點 就是我們想要 Showcase 台灣的 Ingredients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然後把根 然後你聞到根 所以根本 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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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味道 就基本上是 Ingredients Driven 所以我們在Developed Menu的時候 要知道現在這個季節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利用什麼去創作去CREATE 然後菜單也是跟著這個東西去做這樣 所以Basically it's Ingredients Driven 上次我想要買 我想要找嗎 找不找 對 因為它季節有時候很難講 我特別會想要做一道沙拉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可以讓他們可以 在那一道菜上面可以 可以嘗試到很多台灣特別有的蔬菜 挖挖菜 它又可以隨著季節跟不同的時間去變化 因為它上面的所有蔬菜水果跟聖哺服 那個食用花啊香草啊那些herbs 全部都是台灣當季的食材 那就算同一個客人他不同的時間來 他點到一道菜才能夠吃到 全部一樣的味道跟感受 在這個情況下我都覺得做一個沙拉 是很能夠代表台灣當時就是你的客人來的那個 那個time and space 就是他在當下你就吃到台灣現在有的東西 台灣有很多很棒的食材 那其中一個是洋蔥 那其實也不是很多人知道台灣有生產洋蔥 因為其實台灣的氣候並不是這麼適合種洋蔥 所以其實台灣因為很潮濕 所以台灣也只有最南部的地方 屏東很純 因為縫很大 然後它太陽很大 日曬的時間很長 所以才比較適合去種洋蔥 那我之後也準備了一個 recipe 就做了一個食譜 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或者做法可以去吃 多多去利用洋蔥這個食材 它除了是一個可能配料 或者是一個用來 大家可能用來覺得它不是一個配角 轉成一個它是可以 一個多變多樣的一個主角這樣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從我們這一段 再推動這些訊息給大家可以讓他們多多去關心關注這些議題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管道去支持 謝謝小農跟農夫跟台灣的農業 那也是我們這一次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活動去做的一個目標這樣 我覺得健康的農產品太重要了 因為每一天都要吃 就像我的水稻我不噴灑農藥一樣 我絕對不噴灑農藥 我收的少沒關係 但是我的是健康的 因為如果你為了要收成好 它必須去背負這種噴霧師的農產口的時候 你的次數會越高 身體會越不好 所以我是用這種觀念去經營我的農業 我覺得我這種觀念如果慢慢上來去影響周遭的人 然後健兒睡點線面子持續出去的時候 我不相信寧願它做不到五度農業 我們要賺錢也要有良心去賺錢 就像如果有一天你的子子叔叔 你的小孩你的孫子去買到你這些 噴到這些你自己不敢吃的東西回來的時候怎麼辦 這就是我的初衷 這就是這個所謂分級包裝的 它會有所謂的大顆 然後會有中顆 就是用大小來分 對 然後會有小顆 今年小顆比較少 它是很典型的冬季蔬菜 那冬季蔬菜你如果是 就台灣的這種環境來說 你以當季的蔬菜出去吃 它是比較健康 那因為台灣還是有 將近有一半要仰賴進口 每一年的進口的重量會比我們本產還多 但是因為本產它的時間 洋蔥的儲存時間 沒有辦法接上來年所種的洋蔥 因為我們日照太短了 它因為面積又不大 它去發育這些種子的意願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的成本一般都比其他比較高 很多農地都被賣掉 也被一些工廠徵收 所以我們寧願本身的農地比較少 但是我們的技術會比其他人好 今天我們這道料理就是用洋蔥為主要的發想 那用台灣的洋蔥 那它的特點是它的水分非常的豐富 那甜度也很高 那我們用它會做成大部分的家裡的人 都可以用很簡單的配備就可以做 大家在家裡都可以做一樣的食譜 首先當然是洋蔥 白玉的蘿蔔 洪天那有台灣的冬水 成年的菜脯 它可以給一些漂亮的顏色 還有它可以給一點 讓湯底比較純比較厚 那我們會加一些海鮮進去 那有海瓜子 最重要的主角就是那個台灣的鮑魚 洋蔥 洋蔥 蘿蔔 稍微切一下就可以了 冬筍它有稍微在滾水裡面燙過 然後這邊我們會加一點乾的干貝 這個是切好的老菜脯 有一點點寬布 陳皮 柴魚片 那我們放在一個茶包裡面 所以煮的時候它比較不會把湯底弄得很佐 還有連鮑魚的部分全部一起放進去 用水跟清酒做一個1比1的比例 但其實這個做法因為是用蒸 它會把洋蔥本來裡面很多的水分釋放出來 用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就放在蒸爐裡面 如果家裡有蒸烤箱也可以放在蒸烤箱 就全部食材下去蒸 大概蒸90分鐘 剩下很多的洋蔥我們可以把它低溫一點去炒它 一直去照顧它看一下 不要讓它上色 出來的效果是很 一個很清 稍微清甜一點的 原來的洋蔥的味道 跟一般叫化了之後的感覺又很不一樣 到最後你需要調味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放一點鹽 放一點牛奶 90分鐘到差不多100分鐘之後 跟裡面的食材過濾 所以我們就只留鮑魚跟湯 是一個芥菜的芯 我們直接放在那個爐子上面 你可以直接用你家裡的火放在上面 你可以有一個烤肉架還是鐵架 直接放上去 烤到它完全焦黑 就是到這個狀態像碳一樣 然後你就把外面這一層洗掉 裡面剩下來就是被完全收乾 差不多會縮一半 所以你看到它本來這個大小 就會縮到差不多小這樣子 然後所有的味道都濃縮在裡面 也讓剛剛我們煮的洋蔥 再用blender把它打成一個泥 打海瓜籽 精鮮的海菜 台灣的魚乾 我們會把它的小的葉切出來 我們會用油簡單的炸 通常這種蔬菜我們希望保留它本來的顏色 我們不會用太高的溫度去炸 所以我大概現在油溫在150 剛剛我們做出來的高湯 一個用隔粉夠的芡 跟剛剛比起來它的稠度就稠了很多 烤好的菜心 打成你的白洋蔥梅醬 紅瓜籽 跟洋蔥一起蒸的鮑魚 Ficken的那個就是洋蔥跟海鮮的高湯 我們剛剛最後炸的茄子 剛剛最後炸的茄子 我們剛剛最後炸的茄子 就是跟那個鮑魚 打到一切鮑魚 好 那我就來試試看囉 這邊全部都是台灣 冬天 的食材 好 好 我們試試看 它整是很多層 很多層 一上來是 海餐的味道 我們再來才會 吃到 鮑魚 到最後是洋蔥的味道 那其實很明顯 很棒 很棒 有試過很多不同的 這個湯蔥的方式 覺得這個 出來的效果非常好 也簡單 也可以 同時做高湯 也可以同時煮高湯 在家裡非常 非常方便 它的味道很鮮 如果你可以把它 在家裡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變化 把它當成一個湯餅 很棒喔 再吃一顆 把它吃完 又來了 你相信嗎 鮑魚餅 海瓜是還嫩 喔 裡面是到底不相信 大家都可以在家裡吃 看南部的食物 非常棒 原來鮑魚用針 吃到很冷 但是要加洋蔥 對 所以它吸收的洋蔥的甜味 而且它其實 如果有時間的話 讓它泡在那個高湯裡面 一個晚上 隔天再把它 過濾加熱 它會吸收很多的糖 對 這個 湯裡面的味道 對 也會讓它軟滑 所以隔天 所以它可以做冷菜囉 可以可以 可以 很棒 鮑魚 鮑魚冷了 你直接切一切 非常好吃 可以 它這個壽司 我覺得很合適 把很多洋蔥放進去 讓它做一個洋蔥的湯底 這樣 所以都不用味精 不用完全不用這樣 加一點簡單 鹽調味就可以 對 剛剛說 非常 鮮味非常多 這是我今天說的 唯一的陰謀 鮑魚棍 換你們來吃嗎 對 這很重要好不好 換你們來吃 對我來講 我覺得 主要是 可以更省錢 其實 你可以更健康 你可以去 自己選擇你想要的 食材的來源在哪裡 然後它的品質在哪裡 然後也可以 其實好好享受 煮菜的時候的 當中的優勢 然後如果你可以 好好計畫 有一些技巧 你可以運用在家裡 那其實在家裡 煮菜 煮菜跟吃飯 都不是想像中的 這麼的花時間 那希望大家可以 享受在家裡吃飯的 就跟煮菜的來去 所以今天我們用的食材 將會是台灣的紅豆那樣子 我想要做一個非常簡單 然後又很好吃的小點心 適合大人 也非常適合小孩子 來一起製作 所以我們總共用的食材呢 有我們台灣的紅豆 那請你要煮紅豆的時候呢 要前一天先浸泡 浸泡之後呢 用水煮大概30分鐘 但是你要煮到不要碎掉喔 然後你將會用到的食材 有燕麥乾的 就是你早上會吃的燕麥 還有沒有鹽 無鹽 然後稍微烤過的腰果 還有椰藻 另外還有煮過的紅豆 還有一點點鹽來調味 然後另外呢 在這上面嘛 外面會就是有一層脆脆的黃金蕎麥 也是我們台灣的產品 所有東西呢 放在一個小的鐵彎裡面 所以燕麥 還有我們的腰果 所以我們先把腰果還有燕麥 放進食物調理機裡面去打成粉 好 好 所以放進去的時候呢 請你就是不要一次打得太快或太久 因為腰果的脂肪蠻高的 所以如果你打太快要打太久的話 它就會變成像奶油或水水 像花生醬那樣子 你不想要那樣這樣 我只是想要把它打成像是碎碎的 麵包粉的 consistency 好 所以有點像是麵包粉碎碎 但還是乾的喔 如果你看到是濕濕的話 那就打過頭就要重新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無糖的食譜 所以糖主要會是從我們的椰藻 因為它本身糖分很高 大概是75%的糖分 但是這是沒有加工過的糖 所以其實對身體也很健康 另外它也有很高的纖維那樣子 所以對身體也很好 所以我們就全部加進去 那另外呢 是我們的主角紅豆 所以我會加一些進去 讓這個東西黏固起來 然後另外呢 會有整顆的也加在裡面 不會打過 就變成一個不同的質感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東西都是小小塊的那樣子 OK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角是紅豆 然後剛剛呢 我們有已經打成泥的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整顆的 OK 然後把它攪拌一下 這樣子 OK好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手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在家裡 你就可以有你的小孩子 可以來幫你揉成一個個球 就會是一個爸媽跟小孩都 覺得很好玩的一個活動那樣子 揉成球之後呢 我有一個我們台灣的黃金蕎麥 所以我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想要一個 一個脆的口感在上面 所以我叫這個 有點像是 一個很健康版的金蕎 看起來會很像金蕎 然後另外這個很方便的是 這個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放進冷凍 然後它可以在冷凍維持 就是新鮮度是大概一個月那樣子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放在室外 讓它回溫大概十分鐘 那就可以吃了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紅豆小點心